香港大學共產黨派出安全條線 下屆政府架構重組方案 將於三名司長以下各設一名副司長 即及在局長當上 其餘政策局重組大致與林鄭1月提出的方案相同 內容包括運輸及房屋局分拆 新設文化、體育及旅遊局 即新一屆政府政策局 由13個增至15個 新架構下 政務司司長將督到9個政策局 財政司司長有6個政策局 政務司司長則掌管律政司 行政長官當選人李家超表示 政設3名副司長由他提出 問到是否有必要政設律政司副司長 他指律政司長工作同樣繁重 需要副司長分擔 詞・作曲・編曲 引演出